大巨蛋請用致敬 包含棒球賽籃球賽都辦過 只剩下演唱會還沒確定 不過現在整個分潤機制就被質疑 因為在比賽收入中 市府只抽取了0.6% 等於是房東賺寶寶 可是我台北市政府還在幫他說話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跟他 談更好的分潤比例 可規我們講不一定要誰 質疑分潤比例選輸 已經有損市民權益 要求市府重新議約 和遠雄研議營收分潤 蔣萬澤承諾會討論 預計營收的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超額營收的分潤機制 所以兩個部分 如果切實實際的營收是超過 那我們另外還有就是超額營收的分潤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很清楚 當然我們對於分潤機制 都會持續跟遠雄來協商討論 只是遠雄態度似乎有點無奈 他是個BOT案 他就不是一般的GoGo工程 前一次的這個市府的時候 就已經來做了一次議約了 那那現在新的市府來 又要議員又要提案在議員 我想對對於整個國家的整個儲才 不是一個好的示範 本來就該按照BOT規範來 但議員認為 如果未來舉辦演唱會 門票收入很可觀 分潤差距就更有感 畢竟大巨蛋已開辦棒球賽 演唱會也不是沒機會 之前T1在那邊辦籃球賽 大概是花了一個月的籌備 那三天進場 那相關的一個作業 他都有做相關的防護 演唱會這個部分 它是屬於臨時性使用的部分 包含這個建管的規定 去做一個討論 那當然未來如果真的有機會 辦演唱會的話 來要求這個相關的主辦單位 做好人員的疏散跟管制 如果要辦演唱會 還要看是否符合建築技術規則 現階段市府尚未收到遠雄申請 蔣萬恩說到時會謹慎評估 畢竟包括人流動線都是問題 還有漏水事件可得先解決 TVH新聞理學位 許家瑞良佩美很常報導